我今天呢就帶大家來一起逛一下 早上的魚市場跟下午的觀光魚市場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這筆木魚怎麼買啊 你們這雙肉魚怎麼買 你的白頭怎麼買 你們這碼頭多少 木櫃蕾怎麼買啊 這怎麼買啊 你們這碼頭怎麼買 一碼一碼 一碼一碼五碼 一碼 一碼 碼頭 所以來這邊喔 要多問 多看 有時候呢 駕差就這樣出現 哈囉大家好 我是賴爸 這裡是高雄的新達港 那相信大家對新達港的認知呢 就是新達觀光魚市場 那其實在新達港裡面 它有兩個魚市場 其中一個呢 是早上的魚市場 它時間大概是7點就開始了 那這裡比較少人知道 主要都是當地人會來採買 魚貨跟價格上呢 都算不錯 還有一個是下午的觀光魚市場 我今天呢 就帶大家來一起逛一下 早上的魚市場 跟下午的觀光魚市場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我們就從早市開始逛起 看一下今天賣了哪些新鮮的魚貨 那這裡就是 情人碼頭的海鮮市集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這是小捲 你們這燒鑽怎麼賣 一公斤一百八 那比較大隻的這個呢 這兩百喔 兩百三 這兩百三 那這 這三百 一般我穿五百好不好 五百 這個一公斤三百塊 這樣平均一斤就是一百八 看... 蹭筋的 這邊大部分啊 都是當地人才... 才會來這邊看喔 一個小小的早市 那魚貨也... 不一定 每次來都不太一樣 這是... 當光 這個煎一煎還蠻好吃的 這種... 這種魚還蠻好吃的 那這裡還有很多漁獲都還沒擺出來 他們正在秤重當中 這裡滿地的藕翱 這裡還有兩桶魚 還沒到 都是藕翱 新鮮的漁獲 哇 好久沒有看到海蝦了 有一陣子沒看到牠了 這蝦不知道怎麼買 等一下我們來問看看 海蝦看起來比較小隻 這蝦怎麼買 一公斤六百 一公斤還是一斤 一公斤 一公斤六百 那阿 海蝦我都不海蝦 那是班傑蝦 班傑蝦 草蟲啊 鼻木魚 牛味 這鼻木魚 這鼻木魚怎麼買 那公斤只要 兩百五 對 那兩百五千而已 好啊 好啊 鼻木魚一公斤兩百五 那多少 一百九 魚肉都能打賣 或是一隻這樣買而已 都一隻這樣買 農曆二號十六號沒有用 但是在整個駕肉都有 蒐魚十六 但是 加這就有了 駕肉都有 好好謝謝謝謝 這裡還有四目魚 剛到 很多新鮮的漁獲 你看 這應該是早上剛打撈上來 然後就來這邊直接販售 他們這個蝦肉怎麼買 一斤六十 一斤六十 也是很多人買 那我們再看下去 這泡頭怎麼買 一公斤八十 一公斤八十 最少要買兩百 這隻的石斑是不是有點畸形 這隻石斑的體型有點像翻車魚 尾巴不見了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碼頭 那這碼頭怎麼買 這碼頭你買一公斤三百 一公斤三百 有點軟 這看起來 魚體不太漂亮 算了我們再看一下 還要吃木瓜蕾嗎 木瓜蕾怎麼買 你買一公斤八十 那我來翻 因為我用冰塊把它放 這樣肉才會結實 這裡也有芝麻魚 絲木 它的芝麻魚怎麼買 一斤啦公斤 大斤一斤八十 這就很新鮮 一斤八十塊 那剛剛一斤六十 這些這邊是一斤八十 價差就二十塊 所以來這邊要多問 多看 有時候呢 價差就這樣出現 這個黃雞就很漂亮 這麼大隻 它這黃雞怎麼買 一公斤三百五 一公斤三百五 這麼大隻 漂亮 這丟的 手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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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八十五 那啦 這邊啊 點雞 一公斤八十五 也是算這裡比較高級的魚種 那這個早逝啊 其實比較少人知道 所以大部分都是阿伯阿 阿伯阿 然後早上來這邊買 比較沒有年輕人 這樣一眼望過去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不過其實這邊的魚惑也很新鮮 有空可以來這邊逛逛 一公斤一百五 然後一公斤一百五 魚體也算蠻漂亮的 一人一百 不能百八 三人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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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早逝買完魚 不想自己動手鯊魚的話 旁邊會有幫忙鯊魚的服務 以上呢 這裡就是 新達港早逝的賣魚情況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再去看 中午過後的 新達觀光魚市場 看那邊賣了哪些魚貨 然後我們再來 比較價錢一下 走 中午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新達港的觀光魚市場 走吧 我們去看一下這裡賣了哪些好料的 好吃的新鮮魚貨 那這個呢 如果到了假日的時候 很多攤販都會擺出來 就像夜市一樣 美食非常的多 賣熟食的 所以你沒有來吃海鮮 你可以來這邊逛 就是深海魚湯 我們要不要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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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怎麼吃 你說你要吃這個喔 我喜歡吃啦 這邊有一顆小顆的 要不要吃吃菜 這要怎麼買啊 一斤250 我幫你撐撐看 一斤250喔 這290喔 290喔 好啊好啊 沒有吃看看 你們這代客料理有在幫人家煮喔 有有有 多少啦 290 290 290 好 謝謝 大哥我可以幫你請教 你們這些魚鑽子 還要下火嗎 剛才有鑽子 剛才有鑽子 最近的鑽子 我們很少 都蓋在台中 都蓋在台中 剛才有鑽子 他的鑽子剛才是經常鑽子 才有鑽子 好齁 因為他這個鑽子 就是在台中 我們看他鑽子 那一間鑽子 喔齁 其實說 我當時來像鑽子 你吃的那個鑽子 我就是專門在鑽子 你專門在鑽子 嚴神釣 嚴神釣耶 這一間韋婆海產 他們平常會有賣螃蟹 不過今天已經賣完了 下次喔 再來 拍螃蟹給你們看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這邊是賣螃蟹的 三條嗎 二十幾 你們這怎麼賣 一斤兩百 一斤兩百 三斤五百 那大小 這都兩百嗎 對 三斤五百 大小差不多是一個手長大的大小 一斤五百 一斤五百 五百 五百 來到這邊啊 也可以買個花枝碗 魚碗 生意很好 都是現做的 很煞 絕對新鮮 來這邊可以買來吃吃看 這也是賣魚碗的 這邊魚碗很有名喔 這是很煞的 他要什麼一百塊 這怎麼賣啊 這怎麼賣啊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 這比較多錢喔 這也是三百 這三百 這三百 三百塊的 三百塊的 這沒辦法賣了 這裡還有賣饅頭蟹 在大西里港一隻一百塊 這三百 這一斤二百 一斤兩百塊 一斤兩百 一斤兩百 很好賣 一個萬升 缺乏 五十五 一斤的兩百五 對 四十一百 一斤平 這酒針好,這隻很讚 這是這麼熱的嗎? 對,這熱的 滾槓的 對,滾槓的 我整隻就好了,我可以逛 隨便你選 我這樣要挑三角,還是要挑酒針,隨便去 現在酒針比較少 酒針比較少 它是當時開始很多 這隻好 我這隻沒 主要要吃鹽 要吃這酒針 這鹅針 這鹅針 10巡 10巡 好啊 270 好,270 270 買完螃蟹 那今天是非假日 所以比較沒有什麼人 如果你到了假日來 那個人滿滿的 人擠人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逛這種非假日 雖然它沒有很滿 但是你可以好好的逛 不用人擠人 逛起來也比較舒服一點 一斤一百包 一斤一百包 但是一百包很便宜 那這個 阿西亞 阿西亞 阿西亞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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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賣了 哈哈 賣富了 你們這打頭怎麼賣 一半一百而已 一半一百喔 兩半一百 我賣 我賣嗎 這是 一半一百 你這兩者怎麼賣 我只要一隻兩百 喔喔喔 要幾隻 一隻就好了 那天要吃 好啊,不然我只要一隻 阿西亞賣 阿西亞賣龍虎斑到沒有 阿西亞賣龍虎斑還是要 你要龍虎斑還是要 還是要 你要紅的還是要這個 阿不然我改這個好了 好 什麼 這個是白帶魚 白帶魚 你這碼頭多少 碼頭一斤250 對 好 那星達港這邊其實 真的非常的大 這裡曾經是 全亞洲最大的遠洋漁港 只是 是一個沒有停過遠洋漁船的 遠洋漁港 好 謝謝 小朋友一個給你出 來 來 我去叫你媽媽買 來 有淡淡的 嗯,好吃 有空啊 可以來這邊逛逛 看你是喜歡逛早上的早市 還是下午的 觀光儀式場 那其實這邊到了晚上啊 它還有那個駐唱歌手的咖啡 在沿岸邊 很漂亮 喝咖啡 吹海風 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從這裡轉進來有一個 微塵 它寫代客料理 那如果假日的話 另外一邊那邊 裡面還有兩間代客料理 白飯可以吃免費的 好,我們就來試試看這間熊親海產店 走吧,我們進去看看 有代客料理嗎 李牧魚可以做什麼 看你要做紅燒還是要做那個 這個紅燒好了 李牧魚紅燒 然後這個幫我用汆燙 起碼也是用 吹的 然後這個是木瓜螺可以幫我做什麼 看你要炒還是要那個 要不然用炒的好了 吃吃看 然後這個石斑幫我煮湯 石斑煮湯 這個比較費工一點 所以那個工本費比較高一點 多少 250 木瓜螺比較麻煩 一般清蒸的是多少 都是100 然後這是他們的菜單 主要價格差不多落在 150到300-400之間 好,那菜呢陸陸續續上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道比木魚 哇,你看這麼厚的肉 我們來吃吃看 好,要打開 油打開 油打開 好吃耶 烤小卷也來了 那我們來吃吃看 還有一個 三個 這是 烤小卷 新鮮 接下來這個是石斑魚湯 看它的肉質如何 新不新鮮 它的肉質非常的Q彈 而且紮實 它讓薑石清湯醬清甜 還不錯 這樣子整塊肉拿起來也非常的舒服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買的螃蟹 我們來試試看 它已經幫你把那個夾子敲碎了 這個一隻 這個一隻夾子 夾子 夾子 比較好不要耶 還不錯 因為新鮮喔 所以 海味十足 非常的鮮甜 肉也蠻飽滿的 扎實 好吃 那這個要給我碗嗎 給你啊 給我碗嗎 好 所以螃蟹喔 漸漸的到了季節之後 肉又飽滿 吃起來非常的鮮甜 你只要吃新鮮的 馬上煮 絕對沒有問題 好吃 這個我能吃嗎 我幫你弄肉 肉在這裡 你看看 扎實的肉 我們來吃一口看看 哇 好吃 接下來是這個 木瓜螺 這個比較費工 所以代客料理費也比較貴 它是用炒的 我們來試試看它的口感 跟味道如何 芹菜炒木瓜螺 這個是滿費工的 它口感有點像鮑魚 但是比鮑魚更脆一點 它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就是主要是芹菜 炒其他的這樣子的口味而已 這樣子炒起來 味道其實還不錯 有機會可以來試試看 木瓜螺 好 我們吃完了 哇好飽 舒服啊 爽 OK我們吃飽之後呢 走出來看一下 你看現在時間大概2點 人呢 就越來越多了 人潮就慢慢的走了進來 那我們今天早上 去了當地的魚市場 跟下午的觀光魚市場 今天看完之後呢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種 歡迎底下留言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 按讚訂閱跟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喔 掰掰 拜拜